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网友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振奋的话题 在2024年全国两会上 AI技术如何有望颠覆未来的体育赛道 想象一下 当AI遇上体育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于是科技研究院院长周迪 提出了一个精彩的观点 他认为我们应该利用AI技术 将体育运动数位化 标准化和智慧化 以此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 从赛事筹备到直播 再到分析、媒体、粉丝互动乃至博彩 AI的身影无处不在 运动员也开始利用AI技术 来监测和分析自己的身体资料 以提高竞技水平 这听起来甚至很科幻 但它正在慢慢成为我们的现实 不过 当AI机器人逐渐问世的时候 学界提出了一个观点 机器人不可能取代人类 成为体育运动的主体 因为 机器人无法呈现人类肢体活动的 美的极限和力量性 尽管 AI在体育领域的应用 面临技术、伦理和法律方面的挑战 科研工作者和体育行业都在不懈努力 推动AI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 这是不是让人感到既兴奋 又充满期待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 AI和体育的精彩融合吧 两会关注体育 AI有望颠覆未来体育赛道 网友 2024年全国两会上 AI成为焦点之一 女士科技研究院院长周迪表示 应利用AI技术将体育运动数位化、标准化和智慧化 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 AI在体育领域的应用 已经涉及赛事筹备、直播、分析、媒体、粉丝互动和博彩等领域 体育赛事中的运动员也利用AI技术监测和分析身体资料 提高竞技水平 AI机器人也逐渐问世 但学界认为 机器人不可能取代人类成为体育运动的主体 因为机器人无法呈现人类肢体活动的美的极限和力量性 尽管面临技术、伦理和法律方面的挑战 但科研工作者和体育行业都将继续努力推动AI在体育领域的应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